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景華,溫哥華非水維區的省議員, 也是貿易省務的廳長。 我們政府正好努力來修復宋州風暴所造成的各項破壞, 並且為預計未來下個星期會出現的連串暴雨做好準備。 現在是我們大家做好準備的時刻, 請各位密切注意有關加拿大氣象局對所屬的地區發出的天氣警告。 在農業方面,我們正在頒發更多重返的通行證, 以便農民可以回去他們的農場,來處理他們的生畜。 同時,我們亦頒發更多許許可證, 來增加遲料的運輸、雞蛋的收集和獸醫的服務。 這些行動都會有支援和保護我們的供應鏈。 受洪水影響的地區政府, 現在可以透過省災難財政援助計劃, Disaster Financial Assistance, 申請得到財務上的支援。 受影響的地區正在好努力地重建區內的公共基建, 來確保能夠抵禦未來極端天氣造成的事故。 省政府亦致力與聯邦政府合作, 來應付將來這種基建需要的財務需要。 至於Sumas區的一號公路, 今天兩點就已經重開了。 當然重開之後, 是沒有出行的限制的。 但我們亦都呼籲各位, 如果沒有這樣的需要, 就無謂用那段公路了。 至於Coccahalla 5號公路, 臨時的維修工程, 大約在兩個月之後, 我們就可以將這個道路再通行。 但是通行, 我們最主要首要都是給商務的運輸為重要。 我們身為政府的, 就想重新呼籲, 在暴風雨天氣之下, 如果沒有什麼需要, 就請各位留在家裡。 如果需要開車的時候, 也都在你的車裡面, 準備一些緊急物資, 好像食物、水、 保暖的衣物, 以及其他急需應用的物品。 在這裏, 好多謝各位。